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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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越來越多黃金單身女 說的是那些有很好的條件 但到現在仍是單身的女人 陸詩雲就是其中一位 仰靈身材好不止 在事業方面也有不錯的成績 不過好像到現在還未找到她的真命天子 哇 陸詩雲穿著婚紗 十足代價新娘 難道有起時宣佈 不要誤會 她只是進行拍攝工作贊 陸詩雲這一天都說 想不到七婚紗想有這麼大迴響 那究竟大家何時才可以見到陸詩雲真是結婚呢 自己有沒有這樣的衝動呢 其實結婚這件事 曾經有的 但是我想那個時間過了 還會不會再回來呢 那個感覺 可能會 但是 經常都會夢想自己有個什麼的婚禮 那 我又不是很喜歡大事報章 但是問題是 很多時候你不告訴別人結婚 那些人又可能會覺得 你幹嘛收收起來 是不是很多事不讓別人知道 但其實我覺得結婚是兩個人的事 那我又不需要跟你說 喂 我結婚了 我老公是誰誰誰 他這樣這樣這樣 背景是這樣這樣 我又不需要 但是anyway 都是隨緣找到才算 比起自己的結婚大計 陸詩雲似乎 關心好朋友馬基的做人大計多些 不過馬基最近就發生了些小意外 好朋友馬基好像之前滑雪的時候弄傷了 是 我也有聽她說過 應該都沒有什麼 她都這樣跳來跳去 應該都沒事 我想她自己很喜歡小朋友 所以她對於生小朋友這件事 都很執著 很執著 她都沒有說過什麼 我不覺得應該有什麼問題 就叫她不要拼命 話說而已 好想快些做媽媽的 不止馬基 還有她 李維文 不過目前她忙於籌備新歌 當然有我以前的監製幫我寫歌 那曲是她寫 歌詞分別有兩位朋友 一位是寫國語的 一位是寫廣東 遲些才說 現在在籌備後期的工作 例如MV的東西 我自己就監製了 這個歌 就是這樣 OK 至於 有這麼好的消息 出新歌 自己的方面 會不會有些做人的大計 一直在做的 大家都很想知道 做人不容易 是嗎 雖然做人計劃 不知道什麼時候實現 但是李維文就透露 新歌將會在五月份推出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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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